究竟這一堆的大界中資科網股 有沒有哪一種是有機會趁業績期值得拼反彈的呢 如果說真的拼反業績期反彈呢 基本上就真的是 這個位置都是倒一大小 不過呢 那個大小輕微叫做如果 譬如你當你是撈的 今天打算撈都是等業績的了 就拼它升的 就說真的 發生機會率呢 你的大小開你大那邊的機會率就應該低一點的 不過中堂的話呢 那個賠率就高過一 就是你大小就不是鼓勵大家賺錢 不過都說笑笑 就是你買大小就是一賠一的 但是我用這個比喻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這麼巧買中我大的賠率就可能高一點 會好一點的 其實你現在中資科網股 不論是說今晚的阿里巴巴巴 或者譬如說騰訊 騰訊就覺得大家很害怕 三百分都儲了 那其實都是處於這種狀態的 就是其實說真的 擺到明大家都知道是差的了 因為其實它上一季都在說 就是基本上 ATM就可能有少許例外 但是AT都基本上是處於這種狀況的 就是上一季都已經 都已經預告了大家 就是都是媽媽的了 跟著 然後呢 他們還要在之前那一年就給政府監管員 就是先減藥了 其實兩樣東西加起來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接下來這一季的季跡 都不用太過有什麼期望 就是你很難以為有什麼驚喜的 就那個情況似美股那邊的科技股呢 就是大家預算了火差 但是開出來可能是很差 沒有上場了那麼差 是的 沒有上場了那麼差 那就可以彈一下 然後就出了業績之後 就可能有些叫做好少少的 follow through 有一段仔 那這個就是理常的情況 但是就如果你說要有業績後 就有follow through 就是他們要有一個彈一下 就其實要大肆配合的 就是要恆子不可以太差了 因為畢竟就是坦白說都很難發生 就是我想不同的故事都很難發生 就是恆子很難發生 就是恆子很難發生 恆子一直跌 但是恆生科指一直升的 就是這些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所以你問我的做法會怎麼樣呢 做法就是有兩個的保守一點的玩法 就等到今晚Baba來決定 做不做騰訊的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就是看一下Baba出了之後 會不會低開高 如果懂得低開再炒回去 那這個就應該不差的 就是對Baba以次騰訊來計 那就可能300元邊的騰訊都可以落下 就是這個就是保守一點的做法 沒有那麼保守 就是你自明自己技術有子彈都可以做的 那其實可以今晚做少少 就是今晚做少少 或者現在做少少九九八八的 但是可能本身就好一點 就是如果這些情況 因為其實老實講就是 你搏它的低位 然後一溝一溝 就是可能業績前做了的了 然後做業績之後 就可能都放進去 但是放5%附近 就是低位有支持 那就再加多住這樣的做法 這裡已經說了一些比較進階的 就是已經深一點的玩法 然後就坐著這個勢 就看著九九八八來決定 七零零怎麼做 因為七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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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南非股東說持續會買 那一下開始都沒有那個了 嗯 但是這些呢 老老實實都是炒短線走勢的 先說明一下 就是和剛才以上的 剛剛那兩三分鐘的討論 是和騰訊和阿里巴巴本身的 基本面和業績是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只不過是它短線而言 本身已經踏得夠深了 但是預期已經夠衰了 再加上市 如果這個都要夾鉚子的 如果鉚子向著萬百啼也不用了 這些是剛才那些說的 但是如果是都可以的 頂到的可能一萬九千到二萬 或者二萬樓上有少少 還有少少位限的話 那你就可以 這兩隻就可以借這段時間 炒回一個偷雞 看看可不可以 複製到美股和科技股 前兩星期 就是大家還沒察覺過那些 嗯